飛鳥阿莉莎 都很衝 那飛鳥就是角色的特性是在哪裡 衝 真的就是衝 飛鳥就是個二折角 二折 二折之外呢 他這一季又被大幅強化 所以看起來會是一個主流角色嗎 其實他就算被強化也不算主流角色 不知道為什麼 玩他的人就是比較少 也有可能是在穩定度 他有一些角色的特性 不是很優 比如說手太廣 然後要不然就是進S的招太爛 那這一些比較弱勢的地方 所以他就算在第二季被強化 也沒有吸引到多少人吧 對 好的 那雙方在調按鍵喔 這邊看起來是要插一下耳機 耳機是不是會提到問題 不過沒有關係 雙方在調按鍵要準備開始 那我們這個16強的賽事呢 今天就會打完 明天就會是我們的八強賽事 八強然後到總決 那八強賽事一樣是搶四 那直到冠軍賽才會搶五 對那搶五真的就是更好看了 連多這一分 更多降低非常多的運氣 對 這就是要觀察 要對策 因為在格鬥遊戲部分上來講呢 觀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玩家的習慣 知道玩家的下一步 那獲勝機率就會變很高 是啊 然後可以看到他們選到的場地是雪地 無限場地喔 對 也是一個沒有版面的 看一下用什麼角色呢 好這邊看到的是 飛鳥跟捷克喔 這樣我覺得雙方都不算特別有利耶 對無限場地來講的話 對 因為像是飛鳥他在壁邊二折很強 然後捷克的話則是壁邊combo很痛 但是這場剛好都沒有B 剛好都沒有 所以對雙方來講 都不算是特別有優勢 不過在全角上來講 自己捷克是比較大的優勢 捷克其實比較有優勢 因為就要收場的話 對 然後開場就一個小巫下斷 開場就直接摸到了 有夠兇 好這邊開出 新戰的後退步 感覺一直在仿 好雙家過來 直接先摸下斷 好過來 這怎麼辦 打到了 推家 這兩名都不太動 再推家 這邊該怎麼辦 還是中段喔 有沒有辦法拚呢 可以講有沒有辦法 力往狂藍 還是很可惜喔 捷克強的地方 他汙血下斷很多 對 而且要打捷克的時候 其實也不太好進去 這邊 下一個突過來 左前一下 這邊超方一直在抓距離 而且在騙對方出招 這邊感覺上是非要 小不易在立回狀態上來講的話 這邊 這邊T長得想辦法進去喔 好追加 該怎麼辦呢 捷克奇蹤 蹲在那邊不動也沒有辦法過去 有了 連鎖帶過來 想要打二折 他一直到不動就被撈起來了 打到了 直接下斷 直接中 漂亮 連RD都沒用 快開局 晃了一下 兩下下斷 有了 有了 漂亮 再一個過來 走 第二 擋住了一下 沒有動 可能想打空陣喔 左拳一下 想要騙小下段讓對方蹲喔 這個T長沒有領他站著打 對 這邊感覺 雖然說一開始小落後 但蠻冷靜的 帶一個過來 有了 選擇起身就會撞喔 真的想騙一下 再騙了一下 有 中了槍殺 哇 取上去了 抽拳很猛 帶過來直接死 這一個帶走 好漂亮 很冷靜啊 對 很冷靜喔 即便一開始有一些 小失誤 但是還是很快的調整回來喔 那心理素質其實蠻好的 但是如果接下來的場地是選到壁邊 有牆壁的話 那就看他們壁邊攻防是要怎麼用 對 因為兩邊有兩個角色都是在壁邊非常強的狀態 這邊比較好看 或許也有可能會換角色 所以不太確定 他在思考啊 利用賽制思考一下 對 其實這也是選手的一個 冷靜下來的一個小方法 對 即便沒有換角色 先選到選角畫面 然後來讓自己冷靜一下 然後來思考一下這個玩家 他是用什麼樣的招式比較多 他是怎麼樣的類型 對 這邊就可以好好冷靜思考 去調適一下 但是看到的這個場地是市集啊 市集算是鐵圈器裡面比較小的場地嗎 市集的話就是很狹窄 然後狹窄 應該算是鐵圈裡面最小的一個場地 對 那兩個剛好在壁邊用很強的 這邊就要看開局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看他那麼大了 好這邊 鐵圈先拿1分 好這邊比賽即將開始 鐵圈的開場 鐵圈的開場 鐵圈的開場喔 這邊將是壁邊大亂鬥 好 Fight 喔舉上去 開場就是一個勾拳 對開場先給了 地圖很明顯 好這邊想辦法要掙脫喔 狂貝爾 看起來是有一點難 直接飛鳥在黏的時候 真的是黏到不行 喔有了下段 放倒 哇這邊反而被進角落 有點危險 兩邊在爭奪這個主導拳 再一個 喔下的好多啊 多又很痛 喔舉上去喔 喔勾拳缺缺缺缺 缺缺缺漂亮 來去缺缺缺缺 這邊 連鐵圈感覺 狀態比較好一點喔 有了 帶我們過來 飛鳥龍車是很優秀的一招喔 對 哇這畢胖很痛 一半只見不見 哇這邊被領到去了 直接平招 平贏了 回退很好 喔直接過來滑梯 喔打空正漂亮 有了 哇塞 後退步的狀態下 直接用 蹲下來的狀態撈起來喔 對 反應真的很好 操作跟反應都非常的好 操作跟反應都非常的好 這邊 兩台 這邊感覺雙方 開始電源 跟前面兩盤的攻擊就不太一樣了 兩邊先取個保守的狀態 再跟你打一波 下段 這怎麼辦呢 Tajuan被打空陣了 下段 剛剛貝爾選手打得比較保守喔 都是摸個兩下之後就後退跑 反倒這邊Tajuan是被摸也不再怕 就想要跟你進來一次 喔有了 打空陣 有空陣喔 剛剛貝爾選手有一瞬間蹲下來防禦 發現他空陣趕快在暗期上 反應很好喔 這邊抓一個下段 哇 這右腳 漂亮 小圈小腳很多 對 右很遠喔 該怎麼辦 下段 小下段 很遠 直接放倒 在鬼殺 你負起來就是鬼殺 看得非常漂亮 哇 也算那幾隻角落 有點麻煩 哇 漂亮 再一個連段 這邊應該從命令生死者 該怎麼辦摸到一下就死了 哇 空陣抓得漂亮 距離沒有抓好 可以看到雙方的反應其實都蠻好的喔 打空陣這種事情 找到他們有點小菜一碟 該怎麼辦 繼續壓 小下段 幫忙抓距離 好蓋一下 有力狀態 空陣差一點打到 有力之後 只是選擇厚厚厚看對方會怎麼出招 對 都是一個比較保守的狀態在打 有了 帶進角落 先撞 該怎麼辦 哇 生死蛇 直接選個小下段 捷克 再拿回1分 感覺這邊Lore貝的狀態 好像也有找回來了 不過還是有點抖抖的 他應該是在觀賞10獎 因為10獎打的就是比較衝 所以變成說我也不敢衝 雙方都是對於有力狀態下 但是還是比較保守的狀態 10獎的話只是進攻手段比較激烈喔 但是他還是會利用自己是F書陣的時候 但是他不會特別去出招 他反而會厚厚看你有沒有被動 這可能就是跟玩家的風格有比較大的關係了 這邊可以看到的場地是都市的場地喔 那都市的場地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戰亂都市嘛 戰亂都市的話呢 他是有一面牆可以破壞 他也像這個還蠻方正的場地啦 上面是長方子 下面是整方 好 這邊 開始 按了兩下 全 雙方一直在持續加壓 在等對手動作 帶過來 抵抗 很痛 哇 進RAGE 進RAGE狀態了 好 那個手肘那一招中斷被移掉 移掉直接送了一個勾拳上去 對 還在RAGE狀態喔 所以RD想拚 有了 直接帶走嗎 沒有 哇 然後Spare或許是RD之後蹲下來了 對 就中了中斷的胖波切子機 左左右 壓一下 中方 距離 飛鳥的想辦法進去喔 但反倒傑克其實是拉了中距離想要跟飛鳥來打 又被橫移喔 這個橫移真的太精闢了 對 橫移的感覺非常好 他有抓到到貝爾在他正的情況下他想要出招喔 哇 這邊來了 破壁連段 這隻橫移領先兩顆燈 橫移領先兩顆燈 對 橫移領的第二分的點喔 這邊下壓一下 哇 鼠椎集漂亮 第2 哇 老上去了 帶一下 哇 很痛 最後一下沒有中 感覺上是角度的問題 應該是角度的問題 一方在講會中 而且又是傑克這種大型角色 感覺角度好像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差 有一點奇怪 照理來說是會中的 這邊進RAGE了 可以講應該怎麼辦 打空陣 好漂亮 開局 大下段 好拚啊 非常拚啊 有優是得硬拿 雙方在等對手動作 黑鳥的勾拳厲害在於說他擋到沒有去 對 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招式 不錯的製招 哇 這邊被打開來有點慘 R這個的話是擋到距離的關係喔 如果你是在最近的 跟對手距離很近的情況下擋到的話 是會浮空的 對 有點可惜 你可能想要加壓 有喔 過下段 別過 漂亮 RD RD又中 哇 感覺有點完蛋 TENJUNG在B邊攻防進攻手段非常激烈 對 在B邊來講的話 他所做的選擇 恰恰好都只有猜到 是啊 你知道貝爾 他沒有想到在那個時間點 他居然就會放RD 對 使用的時間點比較特別喔 所以可能會有嚇到 如果我今天賴床的話 雖然還是會中 但是一般來講 一般的那個飛鳥玩家 在那邊都會選擇是比較保守一點中 對 可能會把RD留著 因為他也可能覺得 這是他最後一燈了 所以就拚一次 有可能是這樣 對 反正只要進Rage狀態都可以用RD 所以沒事 好 這是我們一個正方形的場地 是 又又班 又又班的遊樂場 遊樂場 好這邊 開局 先踢一下 好 右拳 一二 有了 是勾拳的製招 再一個 要不然擋兩次 忍兇 這應該角度都有問題吧 有可能 距離太遠的關係沒有中 對 因為剛剛距離蠻微妙的 很難確認 一二 一二 有了 對 有個帶槍 好 這個班訓很強 距離沒抓好 對 差一點點就到了 哇 這邊右腳給踢死 好 有了 推加 1 好右腳 應該怎麼辦了 捷克7 我缺反 很紮實 對 利用距離優勢 好 出手 看怎麼 等對方出招 再壓一次喔 感覺這邊 這個 你想要推開 但有點推不太開了 所以想要一直進得去 喔 香殺 香殺漂亮 哇 Counter 這二是難講喔 這邊到半邊了 欸 居然沒有出RD 想要打二周 這招的時候RD 三十被踢掉了 RD發生比較慢啊 對 有點可惜喔 我相殺喔 勾錢相殺 哇 再勾錢一次 好哇 這個很痛啊 這反擊超痛 這反擊超痛 好 打到了 再過來壓制 哇 想要摔 然後什麼時候要被 被蹲 被蹲掉啊 對 說 pray 好喔 看起來雙方史列其實差距不大 感覺有點不太妙 對於這個 Tajent來說 定下好像有被抓到節奏了 是啊 reliable 選手雖然一開始是處於烈絲 但是他馬上 就調整不來了 對啊 那是不是非常不錯喔 那這部分就要看 further 看雙方的 這個玩家要怎麼去想 因為這邊好像有考慮 原本好像有考慮換角色 但這邊選擇只換場地 看起來全部要換角色 這邊到一個龍公園 這是一個比較雙方正正的場地 那這邊一樣喔 版邊也是蠻近的喔 所以這邊雙方的角色來講的話 也是在角落繼續折喔 好 那這邊的話來講 像剛剛上一局的話 如果說是 飛鳥他在組織他的進攻的話 是不是會不會有的時候 會不會傑克基的想過呢 是啊 因為像傑克基他就是一個 小拳小角很優勢的角色 他可能跟你碰個拳 給你點個下角 然後變成說 飛鳥會很難去進攻 很難去切入 所以這邊看 剛右後面的話 Tigen打得有點稍微綁手綁掉 這邊就要看他剛才想了一下對策該怎麼辦 假斷 再按 傑克基的拳腳真的很好 下一個 右腳 這個距離太遠喔 看得很準但太可惜了 對 反應也是非常好 喔有了 喔直接鬼殺上去 對 好彈球抵抗 有了 這次下該中的 好這邊有放力轉了 好先換邊再說 換邊漂亮 這個決定很好 而且這邊Rage狀態 這一個有 有點難講 怎麼來個起上角喔 抓你要動 去漂亮 好這邊帶上來 我直接雙手夾喔 非常兇 直接按 可是 風險蠻大的一招 對 很敢賭 喔有 香殺還是補了一下鬼殺 有半下段 喔雙手抓到COMBO其實近 有摔到 這一個蠻痛的 而且近角落畢康 你牆壁有一點近喔 有點可惜 哇 就有個右腳踢死了 Round 3 Fight 好 Rawed Spear 該怎麼挑戰 哇 被踢上去了 Tagent的機會 在角落 這邊一個空陣 按太快了 對 全部有點失誤了 哇 空陣 好在這邊滾開 該怎麼辦 哇 舉上去了 Tagent感覺不太妙 Rawed Spear會選擇怎麼做呢 血量差不多 結果傑克決定要放RD RD放血點很棒 兩下下半 再一個下段 這邊已經偷了快一半的血量了 霸體 沒有折到 下段 先補一下這邊 有了 勾拳 打勾拳的空襯 距離抓得非常好 RD 傑克的勾拳是拳腳最長的 對 但也是拳腳擋住之後負最多 對 其實是手長腳長 但是 手長腳長的話 進步來真的是非常難過 主要是偏向防守型 傑克 對 但是進角落的折又特別強 是啊 畢邊的二折強 然後小田小小屋 無邪多 所以他在大會特別強 對 所以在比賽中 還蠻常看到傑克出現 以為就是因為這樣 聽起來看角色要換成阿莉莎 他的第二隻主力 選擇用阿莉莎來打 阿莉莎來打 阿莉莎打傑克的話 我覺得誤波 那跟飛鳥比起來 不一樣的優勢在哪裡 在於說阿莉莎的上段特別遠 比如說上段RK阿 或是上段一些64RP這種 比較遠 又比較的上段招式 對於傑克這種大型角色 因為他的那個 站姿來講 他的頭是比較前面的 這是角色設計的問題 他變成腳會比較後面 那你這樣你頭會比較前面的話 那我就出上段 然後比較遠的招式 我就可以打 但是相對來講的話 你如果出下段 很容易就會因為他腳站的比較後面 所以你會悔空 這是一個人是設計的 這是角色設計的 角色Hissbox的問題 那你這邊看 我會有辦法用阿莉莎搬回來 比你這邊RORBAN已經進入 這個最後一分的範圍了 有 帶牆 看來第一燈的感覺蠻好的 好兇阿 這個阿莉莎好兇阿 這裡再開 雙方抓一下距離 立回一下 有點危險 一個不小心喔 就可能會被撥到了 有了 就像這樣 中中被點掉 現在怎麼辦 下段 好 壓一下 上來打中正有點可惜 有錢 有了 直接橫移掉了 這個橫移非常漂亮 這個橫移跳就有了 好 下段 中斷不動 還是橫移喔 阿借一個失誤嗎 有點可惜 要不然剛才就可以 有機會帶走了 有了 發現阿 下段發現 好 Round 3 給LOTE的機會 有了 這邊就沒有失誤了 阿 這個是歪掉的關係喔 這個是 判斷沒辦法 這個是隨 這個角色歪掉的關係 有時候上面那個頭會打不到 給了 哇 漂亮 漂亮 好 這邊 想一下 你講說這個時候換阿莉莎出來喔 要強迫對手去思考 看起來是 沒有要換角色的 還是喔 應該是Lotsbear要去思考一下 他突然換了阿莉莎對策是什麼 對 對 這邊這個對策上的轉換來講 對策上的轉換來講 對策上非常快 好 這是我們Lotbear跟Tajun 兩邊打到3比3喔 要搶最後一個4 然後選到場地是叢林喔 可是有一面陽台可以破壞 下面有一面牆可以破的場地 那是一個雙牆的地圖喔 這邊兩邊看要怎麼辦 好這邊開局 小下角 好 中段折蹲啦 那個沒有辦法接的阿 摸到一下 哇 空陣 剛剛那個很點心的就是 捷克腳比較後面才沒有中 對 如果是一般角色不動 一般角色的話先端中 絕對會中 角色設定的關係又 剛剛這角度是不太好 RT R第二則中段不蹲 打死不蹲 我點到一下下斷 哇 漂亮 那一個 血量不夠阿 稍微快一點 右拳右拳 有了 要怎麼辦 哇 下斷 漂亮 在這邊撥大了之後 好 畢邊二者呢 下斷 下斷 有 擋住了 切板切板好 好 我們帶過來 會破牆嗎 選擇不帶牆 選擇不帶牆 用補正槍 哇太可惜了 沒想到他出了耶 因為阿莉卡那個飛 這是特殊起上的招式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出招 對 因為他第一次使用特殊起上的時候 他並沒有選擇出招 所以就騙到了Loud Bear 然後這也算打一個心理戰了 這次就用了 該怎麼辦 下斷 哇 來 這個是下斷 這個是空陣 直接灌一個666 打空陣反應很好 這血殘了 哇 最後的選擇是下斷 對 Kazen表現非常漂亮 這邊再拿最後再就贏了 現在電鍵聽牌囉 哇 這個空陣有點可惜 蓋一個 有了 又是和儀喔 Kazen這邊和儀開始配多一點了 阿莉卡和儀性能很好 好 好 壓一個 哇 騎上小小花特 該怎麼辦 這到屁邊了 怎麼折 好 空面長中 好 這邊已經Rage狀態了 傑克青 壓一個 紅血狀態喔 擋到 該怎麼辦 阿莉卡大有力狀態下 我可以繼續給壓力 壓一個 壓斷了阿滴 也給了阿滴回去 Fail的位 拆到了 阿莉卡飛行夠中 是有中下二者的 對 Logan沒有拆到喔 他要被拆到 哇開局直接 弄個下段 雙方聽牌喔 右腳 壓一個 有了 這是打空真的跳屁喔 可惜 因為 大型角色的關係 那兩下不會中 對 這不感覺有點不太妙 直接先給壓力 壓力 就歪了喔 這個角度不是很理想喔 而且還近角落 喔 點一下怎麼辦 啊 居然沒有出完 有點可惜 這邊點一下 從這彩禮都摸到了 下段 太可惜了 他剛剛那一角 他有一個派聲是會必中 他沒有按完 他沒有想到會中 對 真的是太可惜了 剛才那個如果扣了 就直接贏了